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追击着忍者风刃和雷刃强势来袭 觉得罗宾怀里的小男子也以为自己是看到了妖怪黄骷髅 而直接被吓得轰了过去 紧接着我们就看到 黄骷髅布鲁克甚至完全不用出手 就为一人之力 让几乎一整个灰天发动的忍者部队 吓得屁股鸟流落花而逃 而且罗宾还先后用巨大树 两掌就将忍者大黑和风刃雷刃先后开飞 简单来说只靠罗宾和布鲁克两人 就所有已经可以在实力和气势上 碾压住打湿旗下的这只精力忍者部队 而接下来我们就来到 在阁楼上的两位 我方阵营的美女忍者 纳美被运的福利占了半个屏幕 正在这时突然从背后 费了一条锁链将纳美缠住 小忍急时出刀将锁链砍断 而就在纳美对小忍道歉时 那个在背后偷袭和偷窥纳美的人者 也就是欲听范中的伴藏 就突然现身问纳美说 你刚才在说小忍吗 小忍一下子就伸出了伴藏 然后伴藏就惊讶地看了小忍说 居然还活着吗 那个魅惑男人 让男人失红颠倒的纳人者 在伴藏的回忆中 我们也有幸看到了小忍 在年轻时迷倒中人的小哥梅艳 绝对堪称少男杀手 但在看到小忍现在的这般模样 伴藏就只好假装是认错人了 气得小忍直接涌出了 人法淡淡粉碎 将伴藏秒杀 伴藏被制服后 小忍就劫隐了半天 使用输出果实能力 直接将格鲁的地面 火爬摧毁 他那里也顺势跳了下来 紧接着格鲁的地板 正好就砸在了大蛇头上 让他松口将小子掉在地上 大蛇从废墟中一起身 就在找小子 而此时也就到了 狂嗓的表演时刻 他走到了大蛇和小子之间 拔剑出销 然后转身问小子 你做好觉悟了吗 小子回答说当然 然后没等旁人和大蛇阻止下来 狂嗓就挥道而下手让小子 场面一场凄美炫目 实在是一场好戏 大蛇和众人一起心痛的 为何中第一美女之死流下了眼泪 而在他愤怒的质问狂死狼 为什么要杀死小子时 狂死狂的回答是 模范将军是重罪 这是铁则 而杀死小子 是他的武士精神对小子的雷敏 而在众人吐槽说狂死狼 为了表决心 竟然会做到这种地步时 狂死狂就捡起地上的一杖 似乎是无意掉落的打烦壶 然后不声不响地将其塞进衣服里 看着小子倒在地上死去的样子 大蛇发疯地要找 引发这一切的 嘲笑他的那个小鬼 也就是正被罗宾子 包在困里的小男散着 而就在巴起大蛇 疯狂地进攻罗宾时 纳美就召唤出了宙斯 一招人法雷霆 直接撇下大蛇 场面可谓天天动地 是纳美一发威 这场凶暂场的闹剧 也就算是告一段落 最后小儿没有人法大风筝 但让纳美罗宾和小男 一起顺利逃离了将军府 接下来的剧情就来到图巴这边 陆飞同学在辛勤地劳作 报道说一问陆飞 送给他团子票的事情 而向他道谢 而鲍鲍兰还不知道 他自己已经被远处的 蝎子监狱副看书长庭上 而记得这时 从监狱指护中心传来 有一次塔斯基德越狱的 五花喊声 基德的牢房中 也只剩下一根红色的羽毛 接下来剧情就来到 酒里简陆村这边 已经被照顾醒来的大妈 乖巧地喝完了 阿赫的红豆汤并向他道谢 而在旁边的小鱼和桃子柱 则建议乔巴带上大妈 就建议救下大哥陆飞 乔巴虽然害怕大妈会恢复记忆 但他还是不自觉的 他和小鱼和桃子 对大妈说出了 监狱哪边有很多红豆汤的谎言 他也知道如果没有红豆汤 那就很可能会被大妈杀掉 然而在听到有很多红豆汤后 可人的慈黄大妈林玲小姐 就乖巧地答应了 和带在一起去通案监狱救人的请求 并说到现在立即就去吧 好了本期内容就这么多 下期的剧情会主要来到 桃监狱陆飞和暴王的集吧 敬请期待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源 我们下期再见